在第十二届亚洲电影大奖和香港电影导演会典礼上,获得了影帝和最佳男主角,这是古天乐入行25年以来首次获电影奖项,很多人可能和我一个反应,什么,古天乐已经入行25年了,对,不仅是这样他刚出道,那会还特别的帅呢,并不是现在的油腻大叔的样子。 这皮肤,牛奶小生的词,就是从这里来的吧,牛奶皮肤俊效360度无死角那种,还留着复成头。 海报上的它也是棱角分明,在那个没有美颜相机的时代,谁能比。 但是看着照片好像确实有点像谁,没错,有人拿出了古天乐24岁时的照片,和洋洋对比说很像,对此部分网友表示,这是古天乐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 可是当时那么白的古天乐,现在怎么黑成这个样子,别急,后面告诉你原因。 他最早接触的戏就是神雕霞里了。 白白渐渐却又丝毫不缺阳刚之气的他,十分受女观众们喜欢。 连我这个直男,看着都觉得帅。 然而从1998年的烈火雄心,开始他的画风就不对了,开始变成小麦色了。 接着令他大火的寻情记的时候,肤色更是控制不住了。 河东诗吼就不要说了,跟张伯之一白一黑,强烈的对比。 后来的窃听风云,杀破狼贪狼,使徒行者,他已经在自黑的道路上越走越忍了。 其实他多年前曾在某访谈上说过,是为了躲过化妆,年轻时很火所以档期特别满,黑一点就不用总化妆了,想躲过化妆的时间多休息一下,而且也喜欢这么健康的肤色。 但其实古天乐最让人有好感的除了他的演技外,就是他做了很多年的慈善事业,到2018年他扶贫已近十年,他捐建了上百所学校,二十多间医疗所和五十口水教,08年还创建了古天乐慈善基金,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 有人说他傻,以他的影响力来内地随便参加个综艺节目就是几千万,但他却从来没来内地拍过戏,更没有来内地参加什么综艺节目,一心只想为港片奉献一份绵薄之力。 他这十年来的做法,证实了做慈善并不是做秀,而是要发自心底的去热爱,而当有人问他这时,他也不愿多说什么,只是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。 我想,这才是